好,那我們現在把這個遊戲軟體放入了主機並開啟之後呢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這個遊戲的畫面呢可以看到一開始就分成了三個部分 分別是Make,Discover跟Play 那我們一開始剛進入這個軟體的時候它只會讓我們使用這個Make的功能 那就是這個部分會教我們要怎麼去製作我們的紙箱玩具 好,那在製作紙箱玩具之前呢它還會先跟我們說這個製作的軟體的教學 意思是說呢像是它一開始這個其實是一段影片 那我們只要按下這個播放那我們就可以看這個影片的製作的過程 然後呢它就會告訴我們說把這個 例如說把這個零件拿下來之類的 然後它會教我們說像這樣子就是可以去旋轉我們的教學 然後兩根手指頭就是可以把它放大 同時移動兩根手指呢就是可以去移動這個畫面 最後是這個攝影機的符號是可以做reset 然後呢我們只要繼續按下播放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這個教學 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我們只要這樣子把它往右拉它就會變成快轉的狀態 那我們如果要往回看的話就是按這個back或者是也可以一樣往後拉 這樣子我們就是可以去這樣子看這個製作的教學 分析